冬季末年 小山村里有一家姓陈的农户 娶妻屈氏 生有一双儿女 父母健在 这一年的初夏 雨水充足 临倒了他家茅房 他家茅房原本在屋后 晚上上茅房极为不便 如今茅房倒塌 他重新买了一口大缸 打算把茅房倒塌 茅房建在前院角落里 这样的话 晚上上茅房比较方便 也不会害怕 买来材料 陈姓男人请来泥瓦匠 开始动工 泥瓦匠姓高 人们换他老高 身边带着一个小徒弟 两人忙碌了一上午 挖好了粪坑 买了大缸 茅房的墙也砌好了 手脚还是非常麻利的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 老高坐到饭桌上 看着桌子上的饭菜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饭菜太差了 那时候 请人干活 都要管饭 饭菜不能太差 至少有酒有肉 可是桌子上既没有肉 也没有鱼 只有几个小菜 和一盘烟鸭蛋 再看烟鸭蛋 总共只有两个 每个砍成四半 一共八块 陈家一共六口人 加上老高师徒俩 刚好一人一块 老高心里不快起来 其实也不是老高小心眼 而是趋势太小气 乡房的乌梁上明明挂着两大块腊肉 院子里明明晒着两条鱼 还有十几只正在觅食的鸡子 分明是主人家舍不得吗 老高虽然心里不快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只要能吃饱就行 饭菜好不好 倒在其次 因此他也不喝酒了 直接吃饭 吃着饭 老高不经意地往陈家孩子碗里一挑 心里这实气的不行 原来孩子的饭里盖着腊肉 虽然站得远 到底还是让老高看见了 老高心里苦笑了一下 见过不少小气的女人 却没有见过趋势这样小气的女人 不 这不是小气 这分明是羞辱人 老高扔下筷子 起身干活去了 盖好了屋顶 泥了墙 老高连晚饭也不吃 结算了工钱 带着小徒弟走了 走在路上 小徒弟愤愤不平地说道 师父 中午吃饭时 我看见陈家小孩碗里埋着肉 真是埋太人 分明不把我们下立人当回事 老高笑着问道 你也看见了 小徒弟气嘟嘟地说 何止看见了 我还闻见了香味 馋得我直流口水 老高说 不碍事 回到家里 我让你师娘炒肉你吃 小徒弟欢喜地说 好的 累了一天 肚子里没有油水 怪难受的 过了一天 半夜里 屈氏起床 去茅房里出宫 刚走出房门 远远地看见 茅房门口 站着一个怪物 挥舞着两把大刀 屈氏还以为 遇见了蒙面盗贼 吓得尖叫一声 返回身把屋门拴上 跑到卧室里推行老宫 陈姓男子听说 院子里进了盗贼 吓得一跃而起 拿着棍棒 凑近窗口往外看 月色明亮 四周静悄悄的 陈姓男子问道 你莫非看花了眼 哪里有盗贼 取是小声说 就在茅房门前 我看得清清楚楚 像一个怪物一样 陈姓男子 往茅房方向看了看 空无一人 他大着胆子 手握棍棒 悄悄地打开屋门 伸出头观望 院子里哪有人影 过了一会 陈姓男子来到茅房 里外 查看一遍 又检查了院子的脚脚落落 没有发现怪异 他将取是埋怨了一顿 回房睡觉去了 驱使上了茅房 也回到房里睡下了 过了几天 半夜里 驱使肚子不舒服 要去上茅房 出了屋门 走了几步 猛一抬头 发现茅房门口 有个黑影一闪 他定睛一看 一个怪物 举着两把刀 堵住茅房门口 驱使吓得腿一软 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 嘴里不住地喊道 好汉饶命 不要杀我 陈姓男子听见声音 跑到院子里 只见驱使冲着茅房门口 不住地叩头祷告 他看向茅房门口 却什么也没有 陈姓男子贺问道 你在干什么 中了邪吗 驱使看见了老公 惊恐地指着茅房门口 颤抖着说 有怪物 陈姓男子呵斥道 胡说八道 什么也没有 驱使再看向茅房门口 果真什么也没有了 他慌忙站起来 发现裤裆里一阵凉快 原来拉在了裤子里 驱使着实吓得不轻 洗了身子上了床 还在抖个不停 这以后 他再也不敢独自起夜了 每一次都要拉着老公陪同 只要驱使走在前面 都会看见茅房门口站着一个怪物 举着两把大刀 但是 陈姓男子走在前面 驱使就不会看见怪物 陈姓男子心知肚明 家里出了邪事 他的唐爷爷是个老木匠 九十多岁 擅长一些小法术 他决定找唐爷爷来家里 看一看 唐爷爷来到茅房门口 让陈姓男子往下面挖 挖了不到一寸深 挖出一只死螳螂 唐爷爷笑着说 这是小把戏 吓唬人的 害不死人 过一段时间 螳螂的尸体腐烂了 法术就会失效 驱使心有余悸地说 差点把我吓死了 是谁这么缺德 唐爷爷问 这个茅房是谁气的 陈姓男子说是老高 唐爷爷说 你肯定得罪他了 陈姓男子恍然大悟 指着驱使呵斥道 你这个抠门的婆娘 都怪你 舍不得炒一盘肉 唐爷爷得知当天的情况 则怪道 你舍不得就算了 天天把肉 埋在小孩碗里偷偷地吃 这不是埋太人吗 怪不得别人 唐爷爷把螳螂扔进茅坑里 自此后驱使半夜里上茅房 再也没有遇见怪物了 小气不可恨 最可恨的就是驱使这种极端自私的人 确实需要吓唬一下 很久很久以前 集市上住着一家姓平的富户 家境殷实 富甲一方 平原外虽然出身富户 却抱着一颗平常心 不但平易近人 而且还经常做善事 集市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桥梁和道路 基本上都是他出钱修建的 每逢灾荒之年 平原外都会开放粮仓 救济平湖百姓 被人们称为大善人 这一年 县城里的驻军到下面巡防 驻扎在集市外面 金把总认为最好的操练就是实战 于是把军队拉到深山老林里围猎 这一天 金把总带着军队走进了深山腹地 遭遇了狼群 与狼群展开了一场厮杀 金把总指挥士兵们占据一个制高点 排好阵型 盾牌手在前 弓箭手在后 固守制高点 一百多头狼排着散兵队形 向制高点发起冲锋 狼王冲在最前面 突然狼王掉进了陷阱里 目刺穿透身体 原来 狡猾的金把总让盾牌手在前面遮挡 悄悄地挖了一排陷阱 陷阱里都是目刺矛头 然后把军队向后收缩了一仗 陷阱出现在盾牌手的前面 狼群不知情 发起冲锋 最终都会落入陷阱里 狼王急忙发出命令 狼群听到命令 赶紧撤退 隐没于树林中 金把总本想利用陷阱将狼群一网打尽 可是在狼王的报警下 逃走了一大半野狼 他气得大骂狼王 拿着鞭子抽打他 金把总把陷阱里所有的野狼都杀死了 只留下狼王 他把狼王用木笼子锁着 每天拉到集市上 下令士兵轮流用鞭子抽打他 供百姓观看取乐 狼王人鞭子落在头上身上 挺立着身躯 一副永不屈服的样子 金把总感觉受到了羞辱 拿着一杆长毛 戳断了狼王的两只前腿 狼王无法站立 样子很像跪着求饶 金把总哈哈大笑着说 你不是很牛吗 还不是照样跪在我面前 只见狼王把一只后腿 往木笼子的缝隙里一别 只听一声脆响 腿骨折断 他全身趴在地上 围观的众人发出惊叹声 金把总气得满脸铁青 挺起长毛 就是一顿乱戳 狼王浑身都是伤口 奄奄一息 平原外刚巧在场 看不下去了 上前说道 把总大人 正所谓是可杀不可辱 我看这头狼王挺有骨气 算得上一条好汉 不如把他一刀杀死 好生安葬 也算上天有怜悯之心 把总大人有宽厚之德 金把总大笑着说道 好就听你的 把他送给你 你拖回家杀了他安葬 平原外盲道谢 挥手让加普拉木笼子 金把总说道 且慢 为了抓这头狼王 伤了我好几名弟兄 必须用五头牛来换 牛肉用来犒劳兄弟们 平原外一愣 心知肚明 被金把总讹上了 无论要不要狼王 五头牛少不了 不然的话 指不定还会生出其他事情来 平原外笑着说 行 我马上把五头牛送来 五头牛换来一头捶死的狼 好多人认为不值 有些理解平原外善心的人 知道他求个心安 让狼王体面地死去 可是 看着奄奄一息的狼王 平原外下不了手 干脆派人喊来五郎中 给狼王治病 索性赌一把 看能不能把他救活 五郎中是专门治疗 跌打损伤的医生 最擅长接骨 他把狼王的身体 用木棍子固定在地上躺着 剪掉身上的毛 洗清伤口 涂抹上药膏 然后给狼王的腿接骨 用柳枝固定 第二天早上 平原外去看狼王 发现两条前腿的柳枝 被他用嘴撕开了 平原外看了狼王好久 说道 爱 我知道你的心事 只想求死 可是 既然有活的希望 为什么要自暴自弃呢 你要对得起狼王的称号 狼王听罢 低着头 眼角里流下一滴泪水 在五郎中精心治疗下 在平原外周到的照料下 一年后 狼王终于痊愈了 从鬼门关里 捡回一条命 不过 他的两条前腿损伤太严重 无法快跑 好在金把 总过了几天 就带着军队到其他地方寻防去了 没有横加干涉 狼王也算命大 平原外把痊愈的狼王 送回深山里去了 转眼间半年过去 附近的乡镇聚集了一帮土匪 占山为王 金把总律兵争搅 因为指挥无方 官军一败涂地 他被土匪杀死 土匪们越来越猖狂 这一晚 他们包围了平原外的住宅 撬开院门 蜂拥而入 抢劫财物 平原外带着家人 到阁楼上躲避 把阁楼的入口封死了 土匪们找不到藏银的地方 开始攻打阁楼 情势万分危急 要是阁楼被攻下 平原外一大家子都要遭受不测 这时 忽然听见一阵狼嚎声 由远而近 外面放哨的小喽啰 急忙跑进来报告 来了一大群野狼 包围了住宅 没有了退路 土匪头子登高 往院墙外观看 黑压压一群狼 闪烁着一盏盏绿光 吓得坐在地上哀叹说 这一次 彻底栽了 我们才十几号人 根本不是对手 恐怕要葬身狼口了 庭园外喊道 你们投降 可以饶你们不死 我认识狼王 他说的没错 带队的狼王 就是他救活的那只狼王 正静静地看着他 只要他一声令下 他就指挥狼群进攻 土匪们只得投降 平原外让家仆们把他们捆上 第二天送到县衙里治罪 天色微明的时候 狼群撤去 大家都说平原外搭救狼王值了 挽救回全家人的性命 平原外却说 可惜了我那五头牛 白送给了一群草包 唐朝五周年间 有一个性软的木匠 手艺精湛 做出来的活计 让人赞不绝口 因此请他做活的人很多 这一天晚上 他在主家喝完酒后 坐在院子里闲聊 一直到二更将近 才告辞回家 软木匠从来没有回来这么晚过 他伸手去推院门 却从里面拴着 他心里责骂老婆 临时不给他留门 担心喊门吵醒孩子们 便绕到后院 从矮墙处跳进后院 后院有几间房子 住着继母刘氏 当初他的母亲去世后 父亲身体还很硬朗 便娶回刘氏做了田房 刘氏比软木匠大六七岁 本是官宦人家的使女 因为与奴仆有私情 违反了家规 被主家赶出家门 插标售卖 软木匠的父亲 以很低的价钱 买回一个老婆 刘氏嫁过来的这几年 一直没有生育 软木匠的父亲死后 他曾经劝刘氏改嫁 刘氏却不愿意 发誓留在软家守寡 软木匠很感动 便把后院的几间房子 给他居住 仍在一个锅里吃饭 闲暇时 刘氏帮忙干一些家务 和林氏相处融洽 婆媳两个从来没有红过脸 软木匠正向前院走去 忽然听见刘氏房里传来一声 隐隐约约的 听不真切 他还以为刘氏生病了 便来到窗前戏听 这一听不打紧 软木匠顿时面红耳赤 原来屋里传来男人的喘息声 他愣了片刻 捏手捏脚地走了 回到家里 软木匠彻夜难眠 继母年纪轻轻地 守不住寡 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 他不愿改嫁 却悄悄地按通驱款 实在不应该 此事要是传出去 还不被人耻笑 指着几辆古暗骂吗 如果他去捉奸 不但让刘氏难堪 也让死去的父亲蒙羞 如果他对刘氏点名 却又担心刘氏面子上挂不住 日后再一起相处 彼此心里尴尬 临时见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关心地询问他心里是不是有事 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软木匠只能将此事装在心里 连临时也不敢讲 女人的嘴把不了门 早晚会嚷嚷出去 他说心里烦躁 敷衍过去 一直到天快亮了 软木匠才拿定主意 既然刘氏受不住 还是劝他改嫁吧 早上起床 软木匠来到刘氏的房间里问安 说道 妈 你还年轻 没必要白守着 我让媒婆给你找个人家吧 哪知道 刘氏顿时翻脸 哭着斥责说 你开始嫌弃我 是不是 老头子啊 你把我丢在世上不管 让你儿子欺负我 你要睁开眼看一看 管一管呢 可怜可怜我呀 软木匠摔门而去 心里狠狠地想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决定采用木匠之术 来下退那个男人 第二天上午 软木匠拿出十几文钱 让刘氏去集市上割点肉回来 刘氏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进了刘氏的卧室 在床头上定进一块细长的木片 到了晚上 软木匠借口睡不着 躲在走廊上观察后院的动静 大约二更出 一条黑影越过院墙 溜进了刘氏的房间 不一会儿 响起了地动山摇的木床声 两三下后 戛然而止 过了片刻 又响起了木床声 两三下后 声音停息 这以后 再也没有响起木床声 过了不久 一条黑影越过院墙走了 软木匠的嘴角 不经意地出现一丝笑容 他使用了想床之术 镶嵌进去的那一片木片 让床板失去了平衡 一旦晃动 就会发出刺耳的响声 在静谧的夜里 传出去很远 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上午 刘氏对软木匠讲 想换一张床 软木匠话里有话地说 这张床 我父亲睡了几十年 好歹是个念想 好好的 为何要换 你不会忘了我父亲的好吧 刘氏愣了片刻 仗红了脸 欲言又止 最终转身走了 一连几天 后院没有出现人影 刘氏反倒憔悴了起来 整天魂不守舍地 坐在凳子上发呆 林氏看在眼里 这一天晚上睡觉时 和软木匠谈起此事 软木匠便将前因后果讲了 林氏宁眉片刻 猜测说 我看后妈不像贪淫之人 莫非她和原先的情夫又好上了 女人恋旧 似乎只有这种可能 软木匠抱怨说 我也是开明之人 准许她另嫁他人 她自己愿意守着 却又不好好地守着 林氏说 那个男人是奴仆之身 尚无片瓦遮身 下无力追之地 后妈嫁给她 难道喝溪北风吗 她留在我们家里 衣食无忧 后半生有个依靠 这个利弊 她还是分得清的 软木匠不由地沉思起来 过了几天 软木匠终于想通了 她来到刘氏的卧室 当着她的面 把木片取了出来 然后伸手摇了摇 木床没有发出声响 她轻声问道 妈 你是不是和谢大好上了 谢大就是那个奴仆 刘氏捶泪说 我当初就是因为和她有私情 才被赶出来的 如今放不下她 你不要嘲笑我 也不要看不起我 软木匠点点头说 我明白 我帮她赎身 你们光明正大的结婚吧 刘氏喜极而泣 放声大哭起来 过了几天 软木匠拿出银子 把谢大熟了出来 在村头建造了三间房屋 送给她十亩粮田 和一百两银子 将她安置下来 然后选了一个好日子 用一顶小轿把刘氏送了过去 让两人拜了天地 结为夫妻 后来 刘氏生了三两女 和谢大过起了安稳的日子 人们得知详情 无不对软木匠竖起了大拇指 夸赞她名氏里 蒋仁义 心胸开阔 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古时候 有一个姓歌名太少的书生 家道没落 过着贫寒的日子 他资质有限 学业无成 却偏偏不肯放弃 读书入室的梦想 捧着书本苦读 到了十八岁这一年 一户姓陈的人家 把女儿许配给她为妻 到了第二年的春上 歌太少把陈氏迎娶了回来 小两口恩恩爱爱 日子虽苦 却也透着一股甜蜜 这一天 陈氏上茅房 一不小心 没有踩稳踏板 掉进了茅坑里 歌太少听见陈氏的呼救 赶紧跑出书房 把陈氏拉了上来 陈氏气脑地把歌太少 喝骂了一顿 嫁给她真倒霉 茅房破烂不堪 也舍不得拿出钱来维修 歌太少被骂得面红耳赤 尴尬地陪着笑脸 这座茅房 确实太破旧了 还是爷爷留下来的 非常简陋 随便用几块篱笆一搭 踏板又窄又小 为了不让爱妻生气 歌太少决定修一座气派的新茅房 建在房屋的侧边 他买来材料 亲自动手挖坑 哪知道才挖了一米多深 竟然挖出一个瓷坛 打开风泥 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少说也有三百两 歌太少大喜 喊来父母和陈氏 大家一起动手 往两边延展 竟然挖出二十多个瓷坛 将近七千两银子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财 让歌太少瞬间从贫穷人家变成了富户 有钱好办事 歌太少请来工匠 把旧房推倒 重建了十几间大屋 并且建造了一个气派的大茅房 然后购买了大量的粮田 过起了富裕的日子 一转眼 到了春节 一家人过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年 正月十五的时候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过了元宵节 到了三更初 小夫妻俩吃多了汤圆 睡不着 躺在床上闲聊起来 歌太少感叹说 从他既是起 家里就没有好好的过一个年 总是缺吃少穿 春节过的就没有滋味 如今有钱了 才发现过年真好 不但吃得好穿得好 心情也好 说着说着 歌太少突发奇想 坐起来冲陈氏说道 干脆 我们一个月过一个年 到了月底就过年 陈氏 催了一声 笑着说 真是没出息 家里不缺吃 不缺穿 生活搞好一点 还不是天天在过年 歌太少反驳说 那不一样 过年要贴春联放鞭炮 还要记组 这样才有仪式感 他是个固执的人 第二天便去和父母一说 就这样定下来了 父母凡事都依着他 臣氏见他执意而为 也只好顺从 于是 每个月的月底 歌太少的家里都会贴春联放鞭炮 大张旗鼓地过年 村里人都在背地里议论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别出心裁地过日子 看人家那日子 过得多么的滋润 一转眼 一年过去 又到了年末 大家都过起了春节 元宵节刚过 陈氏忽然病倒 卧床不起 拖了两三天 撒手西去 歌太少哭的肝肠寸断 他和陈氏感情深厚 两人结婚 也才刚刚一年多 如今陈氏离他而去 怎能不令他伤心 然而 人死不能复生 他也唯有叹息 无可奈何 过了一段时间 歌太少因为思念陈氏太过迫切 想见他一面 便去找到巫婆 巫婆具有招魂的本事 到了半夜三更里 把陈氏的魂魄招来 陈氏的魂魄飘忽不定 离得远远的 歌太少哭诉了思念之情 陈氏斥责道 都怪你 你我本有十二年的夫妻情分 你非要一个月过一次年 十二年的夫妻 一年便做完了 于是 讲起了两人的前世今生 原来 陈氏前世是一只山鸡 因为感染伤寒而死 曝氏荒野 歌太少的前世是一头野猪 路过此地时 用嘴巴拱了一个坑 把山鸡埋掉了 山鸡的魂魄对野猪心存感激 一直不肯离开 后来 野猪被猎人打死 魂魄去阎罗殿报道时 山鸡也去了阎罗殿报道 阎罗殿宣判 因为野猪掩埋了山鸡 心存善念 故此转世为人 投胎转世成了歌太少 轮到山鸡时 山鸡请求阎罗殿 也让他转世为人 成为女子 他要报答野猪的恩情 与他结为夫妻 然而 山鸡还没有资格转世为人 他的来生 应该成为一条蛇 继续在动物世界里轮回 无奈山鸡苦苦地哀求 恳请阎罗也满足他报恩的心愿 阎罗也被山鸡报恩的信念感动 说道 也罢 野猪用嘴拱了十二下泥土 你们就做十二年的夫妻吧 十二年后 山鸡回来 继续转世为蛇 山鸡叩头感谢 沉溺了一会 阎罗也说道 也罢 好事做到底 赐银七千两 让你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十二年的幸福日子 十二年后 野猪另娶他人为妻 歌太少听完 呆如木鸡 陈氏的魂魄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也不知道 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心里充满后悔 后悔不该一时兴起 一个月过一次年 导致痛失爱妻 这以后 歌太少再也不敢一个月过一次年了 继续违背天道 与传统背道而驰 恐怕会让他减少寿命了 歌太少虽然拖了不少媒婆说亲 却一直未果 一直到十一年之后 他才说上亲事 娶了一个老婆 然而 这十一年里 他家里 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 消耗钱财 家道日渐衰落下来 等到他结婚时 已经从一个父户 变成了普通的人家 而他 到老都是一个秀才 与科举无缘 当一个人突然报复时 心态跟不上 驾驭不了财富 总会干出这样那样的奇葩之事 大肆挥霍惹出事端 令人耻笑 唐朝贞观年间 有一名姓上官的女子 嫁给了姓义的男子为妻 上官是温柔贤惠 深得公公婆婆的喜爱 但是 异姓男子是个大老粗 不解女性的柔情 常常喝得鸣鼎大醉 回到家里 以打老婆为乐 起初 公公婆婆听见上官氏的哭声 会跑到房中呵斥儿子 上官氏 也没有受到多少皮肉之苦 两三年后 公公去世 婆婆腿脚不便 力气弱小 赶来劝驾时 常常被粗鲁的异性男子 一把推开 这以后 婆婆担心伤到自己 遇到上官氏被欺负时 只能哀声叹气 上官氏挨了许多打 苦不堪言 上官氏受不了家暴 便和婆婆诉说 要离开婆家 从此不再回来 婆婆劝说道 我儿虽然粗鲁 但是不喝酒时 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我们女人家 讲究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打落牙齿 往肚里吞 讲究着过吧 上官氏不肯 哭着说 这日子没法过了 生不如死 婆婆沉默了 其实 她也是个女人 自然懂得上官氏的苦衷 但是 她又不愿意儿子打光棍 上官氏这么好的儿媳妇 打着灯笼难找 要是她走了 儿子上哪里去找老婆 思索片刻 婆婆说 这样吧 你先去找尼姑安里的女妮 给看一看 是不是遇到了邪氏 让她给破解一下 上官氏一眼 来到尼姑安里 找到女妮 说起来 女妮还是上官氏的表姑 她从小就进了尼姑安里当尼姑 如今已经修行四十多年了 颇有一些道行 女妮听了上官氏的哭诉 闭着眼睛掐算了片刻 睁开眼说道 这是怪月老 弄错了你的姻缘 上官氏诧异地说 月老掌管天下人的姻缘 为何如此不负责任 她的错 却让我承受痛苦 你帮我把姻缘改正过来吧 女妮为难地说 这是我帮不了你 解灵还虚细灵人 只有月老才能办到 月老是天上的神仙 她一个民间的弱女子 上不了天 怎么可能让月老改正她的姻缘 想到此 上官氏大哭起来 看着上官氏伤心的样子 女妮于心不忍 思索片刻 说道 看在你是我俗家表侄女的份上 我带你去见月老吧 上官氏大喜 赶紧跪下叩头 女妮扶起她 让她跟在后面 然后向禅房里走去 进到禅房里 把门关上后 女妮用手指在墙上画了一个门 推开门 走了进去 上官氏跨进门里 发现是一个长长的隧道 光线明亮 女妮边走边解释 尼姑与和尚 都是天庭在人间的代理人 每一座寺庙或者尼姑庵 都有一条通往天上的秘密通道 只有得到的尼姑或者和尚 才有资格开启通往天上的暗门 上官氏惊讶无比 仿佛听天书一样 女妮叮嘱她 知晓了就行了 不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 上官氏连连答应 走了不久 来到一座宫殿门口 女妮对守门的童子讲了来意 童子说 师父喝多了 正在软榻上小气 你们进去找她吧 两人进到宫殿 在一所房间里找到了月老 他正打着憨声 睡得很香 女妮笑着高声说 你倒好 睡得香 却不知人间女子的苦衷 月老大笑着坐起来 伸着懒腰说道 咦 你这个女妮 好不小事 为何带来一名凡间女子 女妮笑着说 你弄错了她的姻缘 她找你麻烦来了 上官氏上前行过礼后 讲了自己的近况 月老询问了她的名字 翻出厚厚的账策查阅 过了一会儿 她仗红着脸说 不好意思 真的搞错了 原来 当初拴红绳的时候 月老一时疏忽 将河东的异姓男子 弄成了河西的异姓男子 两人同名同姓 也就是说 上官氏本应该嫁给河西的异姓男子 却错嫁给河东的异姓男子 两人本不是命中的夫妻 因此没法做到心心相印 才会出现家暴的情况 上官氏很是气愤 责怪起月老办事不认真 月老苦着脸说 这事也不能全怪我 如今天下太平 人口成倍的增长 我忙得焦头烂额 出现错误 在所难免 其实 这事也简单 你们分开 重新婚配就是了 上官氏说 此事说得简单 要知道 凡间婚娶不易 娶错老婆嫁错郎 彼此都会受到伤害 女妮劝说道 事已至此 多说无益 月老 麻烦你给她的红绳改过来吧 月老答应下来 走进红绳房里 片刻后 他出来说 已经重新拴过了 回到家里 上官氏向老公提出离开 让他重娶 想不到老公爽快地答应下来 写了一纸修书 让他回到了娘家 上官氏让娘家人打听 何兮义姓男子的状况 得知何兮义姓男子 也刚刚休妻 上官氏委托媒婆说 何兮义姓男子立马同意了婚事 或许这是红绳的魔力吧 过了不久 两人成婚了 婚后 两人情色和谐 恩恩爱爱 闲暇时 上官氏询问老公当初的婚姻状况 老公苦着脸说 前妻是个母老虎 稍有不如意 便暴跳如雷 大吼大叫 没有半点女性温柔 生活过得死气沉沉的 上官氏笑着说 我又如何 老公说 你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真正是我的命理之妻 后来 上官氏打听到 何东义姓男子 娶了那个母老虎 两人在一起恩恩爱爱 从来没有红过脸 更别说家暴了 上官氏知道 他们两人是命理夫妻 故此才会和谐相处 婚姻就像穿鞋一样 合脚的才是最好的 明朝成化年间 一座小山上 生活着一个女胡 自称是图山氏之后 人称图山女 她一直有一个心愿 想嫁给凡人为妻 真实地体验一下 人间烟火 无奈她长得太丑 好多人望而却步 一晃几十年过去 依然没有嫁出去 离小山不远 有一个小山村 村里有一个名叫甲 远甘的书生 本是书香门第 因为祖父惹上人命官司 导致家道中落 一贫如洗 如今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娶上妻子 这一天 好心的大嘴媒婆找到甲远甘 说服她娶了图山女 也好延续香火 再说了 家里没有一个女人操持家务 这日子过得就没有滋味 甲远甘苦着脸说 图山女年纪那么大了 是一个老圣女了 我娶回家怕人笑话 大嘴媒婆快言快语地说 哎呦 你真是糊涂的读书人 老圣女怎么了 年纪大一点怎么了 还不是照样能生孩子 还不是能照样操持家务 再说了 她是狐仙 不能按照普通人的年纪来比较 经大嘴媒婆这么一说 甲远甘动了心 不过 她还是有所顾虑 犹豫片刻说道 可是 图山女长得太丑 我娶一个丑妻 心有不甘 她见过图山女 不是一般的丑 她鼻梁 高颧骨 尖嘴猴腮 看了让人恶心 大嘴媒婆笑着说 你还嫌人家丑 人家不嫌你家穷 就算是你的造化了 正所谓不孝友三 无后为大 你三十老几的人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打一辈子光棍 会让人看不起的 甲远甘这才答应下来 大嘴媒婆大喜 找到图山女说 和图山女同意了 选了一个好日子 甲远甘请来一顶小花轿 热热闹闹的把图山女迎娶回家 图山女带来了三百罐钱的嫁妆 给家里添置了一些家具用品 买了一架纺车 白天操吃家务 晚上纺线 她勤劳肯干 喂鸡喂猪 洗衣做饭 常常忙得团团转 却毫无怨言 甲远甘一下子掉进了福窝里 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她除了读书 什么事情也不用干 时间长了 她看着图山女也不那么丑了 心里渐渐地涌起了爱意 愿意去疼爱图山女了 图山女见甲远甘心生爱意 尝到了爱情的甜蜜 浑身有始不完的劲 干起活来更有劲头了 一年多后 图山女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小宝 两年后 甲远甘中了秀才 后来又中了橘子 一些地方名士和达官贵人 都来与她结交 她应酬的时间多了起来 渐渐地她觉得图山女相貌过于丑陋 带不出去 心生惭愧 便有了修妻的想法 图山女是狐仙 自然清楚她的想法 便拿言语开导她 无奈甲远甘听不进去 过了不久 甲远甘去梅财主家里做客 梅财主的女儿双居在家 恰好回娘家醒亲 与甲远甘四目相对 两人一见钟情 甲远甘是探梅式的口风 得知她愿意改嫁给她 便坚定了修妻的想法 甲远甘硬着心肠说了修妻的决定 图山女淡定地说 想不到 你是一个只能共苦 不能同甘的人 现在日子好过了 便忘了我的好 也罢 强扭得瓜不甜 儿子我带走 你好自为之吧 图山女带着儿子小宝 回到小山上 甲远甘将梅式迎娶回家 两人如骄似漆 如鱼得水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三年 甲远甘决定去都城赶考 临走时 叮嘱梅式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梅式带着小丫鬟 一直送到十里长亭 两人一一惜别 几个月后 有一个姓赖的秀才 羡慕梅式的美貌 前来勾搭她 梅式耐不住寂寞 禁不住赖秀才几次甜言蜜语的公事 便做了违背父道的事情 黄榜公布下来 甲远甘名落孙山 便灰头土脸地坐船回家 她离家快一年了 梅式估摸着她快要回来了 便叮嘱赖秀才 不要再来了 可是赖秀才离不开梅式了 要和她做长久夫妻 便窜多梅式 毒死甲远甘 梅式胆小怕事 赖秀才便决定趁甲远甘熟睡之际 亲手勒死她 甲远甘回来后 梅式甲义安慰了一番 鼓励她下一次再参加考试 还准备了丰盛的韭菜 陪着她喝了几杯 晚上 两人温存一番后 甲远甘睡了过去 梅式起身打开屋门 赖秀才闪身进来 拿起床边的腰带 勒住甲远甘的脖子 甲远甘拼命挣扎 眼看就要断气了 朦朦胧胧中 似乎看见涂山女走了进来 涂山女穿窗而入 长袖一扶 腰带断开 赖秀才晕死过去 甲远甘睁开眼 发现是涂山女救了她 拉着她的手哭着道歉 涂山女拂袖而去 甲远甘将赖秀才和梅式捆绑到官府 两人被判处死刑 秋后问斩 甲远甘来到小山上 跪地不起 要和涂山女复合 涂山女冷冷地拒绝了她 甲远甘又去找大嘴媒婆从中说哈 大嘴媒婆则怪说 都说 丑女是个宝 红颜是祸水 你偏偏不珍惜 当初要不是涂山女可怜你 找我做媒说哈 我才懒得管你的闲事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 就你那个德性 活该单身 自此后甲远甘孤身一人生活 他数次科举不忠 家道日渐衰落 潦倒贫困了一生 世上有一种人最为可恶 人一阔脸就变 抛弃遭康之妻 应该遭到唾弃和谴责 南宋年间 长江中游的一个小山村里 有个叫马贤能的后生 早些年 父亲因为田产纠葛和牛园外打官司 被牛园外勾结官府玩弄手段 输了官司 田产全部被牛园外霸占 父亲活活被气死 马贤能只得打柴为生 奉养母亲 年纪都二十多了 因为贫穷 一直娶不上老婆 这一天 马贤能背着柴回家 半路上累了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 身后传来一阵响动 他扭头一看 不远处一块平坦的地面上 一只狸猫正在戏弄一只大老鼠 大老鼠已经精疲力尽 但是仍然顽强地逃跑 每当大老鼠跑出去两三米远 狸猫见一般地冲上前去 用爪子将它拨回去 马贤能看不下去了 他想起父亲和牛园外 感觉父亲就像那只老鼠 被牛园外这只狸猫戏弄而死 于是开口说道 你要吃就吃 要放就放 不放又不吃 何必玩弄他呢 你是他的天敌 占了先天优势 戏弄他算什么本事 尊重对手 也是尊重自己 狸猫不高兴了 转身冲着马贤 马贤能忿怒地叫了一声 马贤能喝赤道 哟喝 你还不得了了 还想顶嘴是不是 狸猫拱起身子 见一般冲向马贤能 马贤能奋起一脚 踢在狸猫的身子上 撞向大石头 脑将蹦裂 晚上 马贤能睡梦中忽然听见有人小声喊他名字 一连叫了好几声 他朦朦胧胧地睁开眼 透过窗外的月光 只见一只大老鼠蹲在枕头边 小声说 马贤能 我是鼠王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特地送你一件礼物 说完 他伸出前掌 抹了一点东西 在马贤能的耳朵上 转身不见了 马贤能只觉得耳朵一阵清凉 也不知道抹了什么东西 一翻身 又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 马贤能挑柴回来 半路上仍然坐在昨天那块大石头上休息 忽然听见几只老鼠窃窃私语 他大感奇怪 竟然可以听见老鼠说话了 难道这就是鼠王所谓的礼物 只听一只老鼠说道 哎 真是可惜 其他老鼠纷纷问道 可惜什么 那只老鼠说道 我今天在路口一棵树旁翻找食物 竟然找到一个破旧的包袱 也不知道是谁丢的 里面包着好多银子 你们说 有银子用不了 岂不是可惜 马贤能听说 急忙挑着柴赶到路口 看见一棵杨柳树附近有翻找的痕迹 蹲下去用手一摸 果然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包袱 里面有大约二十多两银子 他欢天喜地地拿回家里 这以后 马贤能在那块大石头上休息 总是听见老鼠们闲聊 偶尔会听到有关金银的消息 捡到不少金银 有一次 他听见一只老鼠说 在山洞里 发现一箱子金银珠宝 也不知道是谁藏的 马贤能拿着锄头 在山洞里挖到满满一木箱金银珠宝 晚上偷偷地运回家里 马贤能发了财 也不打柴了 买了十几亩地和两头牛 靠耕种过日子 但是他还是每天会去大石头上做一会 听老鼠们聊天 这一天 一只老鼠说 城里最近出了大案子 府库里丢了一批银子 高达五万多两 这件事马贤能知道 那是上面画拨下来的修理河道的银子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 其他老鼠纷纷说不新鲜了 那只老鼠说 可是 我知道银子是谁偷的 藏在哪里 马贤能竖起耳朵听 才知道县令和牛园外合伙 盗窃了酷银 埋在牛园外的后院 等到风头过后 两人再瓜分银子 丢失了银子 县令虽然有责任 但是他的舅舅是朝中宰相 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那天晚上 转移银子的时候 刚巧被这只老鼠撞见 过了两天 知府大人来到县里 专门督查诗银案件 马贤能跑去报告了线索 知府大人带着兵兵来到牛园外的后院里 果然挖出库银 上面还刻着官银标记 牛园外吓得当场畏罪自杀 县令被冲军大西北 牛园外的家产全部被没收 儿子也受到牵连 冲军云南 牛园外一家被赶出家宅 只得在外面搭棚子住着 牛园外的尸体摆在外面 无钱安葬 马贤能虽然报了仇 但是看到牛家家眷受罪 于心不忍 出钱帮忙安葬了牛园外 还资助牛家女眷度日 牛园外有个女儿 已经十六岁了 长得非常漂亮 本来已经定下亲事 因为牛家没落了 南方毁了婚约 马贤能就托人说亲 娶了牛家女儿 两家虽然曾经结过仇 但是后代们没有过节 牛家女儿嫁过来后 很是贤惠 马贤能也把牛家其他女眷安排妥当 过了一段时间 官府拍卖牛家田宅 晚上 鼠王跑来含行马贤能 让他买下牛家房宅 第二天 马贤能找官府买了牛家房屋 搬进去后 马贤能听见老鼠们窃窃私语 说是牛园外的卧室地下有个地窖 埋着银子 马贤能挖开 里面装了几箱银子 约有一万多两 于是 马贤能花钱买回来了牛家所有的田产 后来 马贤能花钱为小舅子活动 小舅子得以减轻罪责 放了回来 马贤能拿出一半家产分给他 帮他成家立业 这以后 马贤能再也听不懂老鼠的话了 他生了一对儿女 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古时候 偏远的小乡镇上有一个当铺 掌柜的名叫记上心 公于心记 这一天 来了一名说书人 搭起棚子 说起书来 记上心弦来无事 去听了一回书 被说书人手上的一把七弦古琴吸引 凭记上心多年的眼力 判断出这是不可多得的古物 听完书后 他来到后场 要来古琴 细细把玩 心中无比惊叹 这是一款众尼式的古琴 吴童木制作 乌丝琴弦 琴灰上镶嵌着一颗玉石 琴妻成归文 年代相当久远 记上心 他念顿生 突生战为己有的念头 晚上 记上心找来梁上君子石小千 让他到回七弦古琴 过了不久 石小千回来说 有个蒙面人比他还早 不过被说书人打跑了 他刚巧看见这一幕 只得放弃偷盗的打算 记上心听说后 让石小千回去 他也睡觉去了 早上 当铺的嘲讽喊醒记上心 原来说书人要典当七弦古琴 他拿不准 故此来喊掌柜去定夺 记上心急匆匆的来到当铺 说书人苦着连讲 他遇到急事 急需钱用 想把七弦古琴点当五千两银子 一个月后来取 记上心知道七弦古琴的价值 转手卖给收藏爱好者 至少值两万两白银 他假意讨价还价 最后以四千五百两银子成交 两人当即立下契约 期限一个月 用金百分之五 逾期七弦古琴归当铺所有 说书人走后 记上心马上去找石小千 让他跟踪说书人 四天后 石小千回来了 言称说书人一路北上 出了省界 记上心让石小千守在路口 一旦说书人回来 四鸡偷走当票和银票 让他无法赎当 这是他俩惯用的伎俩 好些人的古丸 就这样落入记上心的手中 转眼过了最后一天 说书人还没有出现 按照约定 七弦古琴归记上心所有 他好不开心 汉来石小千 两人喝得鸣鼎大醉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个多月 这一天 县城里的古丸大家金老爷子来访 记上心赶紧把七弦古琴拿来 让他长眼 那知道金老爷子把玩一会后 说道 真是一件不错的房品 模仿者比较用心 价值不会少于两千两 记上心大惊 指着归文说道 老爷子 你看看归文 少说也快千年了 金老爷子一笑 说道 世间有一等一的高手 专门模仿这种古文 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高人 他指着琴身上一个细微的痕迹 说道 这就是当初作假时 留下的败笔 金老爷子玩了一辈子古丸 从来没有看走眼 他说是假的 必定就是假的 记上心非常气恼 想不到阴沟里翻船 被说书人耍了 这时 石小千进来 傅儿说道 记爷 小的发现说书人了 在隔壁乡镇上说书呢 记上心一挥手 带着几个打兽 和金老爷子一起 坐着大马车 赶往林镇 到了镇上 果然看见说书人 坐在棚子里说书 手里拉着一把二胡 记上心赶走听客 把七贤古琴放在说书人的面前 恶狠狠地说 老子今天讨说法来了 说书人据理力争 声称七贤古琴货真价实 记上心哪里听得近 拉着他要去见官 说书人理直气壮地说 见官就见官 你看走了眼 怪不得别人 这个行当 就是这种行规 金老爷子赶紧上前说和 让说书人退还当票和当银 支付百分之五的佣金 记上心把七贤古琴 还给说书人 说书人同意了 记上心想想 自己也不亏 于是按照鸡老爷子说的办了 过了几天 县城里一家酒馆里 金老爷子和说书人坐在一起喝酒 说书人举起酒杯说道 老爷子 要是没有你 七贤古琴就会要不回来了 来 干了这一杯酒 两人举杯喝酒 金老爷子砸吧砸吧嘴 指着七贤古琴身上的痕迹 说道 要是没有这道痕迹 我也难自圆其说 原来 说书人真名著人义 本是孔尚书的穆宾 这把七贤古琴 是孔尚书祖传之物 价值连城 但是被全臣牛大人惦记 找孔尚书索要 被孔尚书拒绝 恰好孔尚书的门生犯了大罪 牛大人趁机把孔尚书牵连进去 把他抓进大牢里 事发当日 助人义抱着七贤古琴跑了 流落江湖卖畅 其实是在保护七贤古琴 牛大人在孔府里没有搜到七贤古琴 得知缘由 不敢公然追杀 只好派人暗中抢夺 那一晚石小千碰见的蒙面人 就是牛大人的爪牙 蒙面人惊动了助人义 他见行踪败露 心生遗迹 借口典当 其实是让纪尚新帮忙看管七贤古琴 因为纪尚新家里见有暗事 固若金汤 不怕盗贼 助人义回到京城 去大牢里探望孔尚书 孔尚书讲 牛大人暗事过了 只要把七贤古琴送给他 就会把孔尚书开脱成无罪 照样当官 孔尚书让助人义拿回七贤古琴 让中间人送给牛大人 但是助人义在京城里一耽搁 早就过了孰当期 情急之下 只得找到金老爷子 上演了一出好戏 金老爷子的父亲 是孔尚书的故旧 自然愿意相帮 七贤古琴身上的痕迹 就是官兵捉拿孔尚书时 助人义抱着逃跑时 不小心磕坏的 随末堂出 李静躲在灵山里 打猎为生 村里的父老乡亲们 觉得他是干大事的人 对他格外敬重 经常送米 送酒给他 相处十分融洽 这一天 李静在山上发现了鹿群 便骑马追赶 这一群鹿也是怪了 总是与李静保持着距离 既在射程之外 却又追赶不上 李静多次想放弃 却又舍不得 只好在后面紧紧地追赶 这一追 就追到了天黑 不一会儿 鹿群看不见了 李静也迷了路 正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时候 忽然看见远处有灯火 急忙拍马上前 原来是猪门大火 他下马拍门 好久才有人询问 他是干什么的 李静就说想投诉 里面的人说道 对不住了 我家少爷出门在外 家里只有老夫人在家 不方便留宿 李静恳切地说 天色已晚 我无处可去 你去问一问老夫人 求他发一发慈悲心肠 里面的人答应了 让他稍等 过了一会儿 有人打开门说 老夫人原本是不留你的 但是想到大晚上的 你又迷了路 因此才留你住一晚 说吧 便把李静带到客厅里坐下 刚坐定 就有一个婢女出来 通报说 老夫人来了 李静赶紧站起 只见老夫人大约五十多岁 举止端庄 颇有大户人家的风范 李静上前见李 老夫人笑着说 我的两个儿子都不在家 本不该留你 这大晚上的 你能去哪呢 姑且留你住一晚 不过 我们这是山野人家 儿子们散漫惯了 他们要是半夜里回来 大声吵闹 客人不要见怪就是了 李静忙说多谢 片刻后 仆人送进来饭菜 都是各种各样的鱼 味道鲜美 吃过饭后 两个婢女送来被褥 安排李静睡下 李静无法入睡 到了半夜里 忽然听见敲门声 有人在大门外高声说 天福道 令大郎君行云不语 此山方圆七百里 五更天之前下足 不能迟缓 不要下暴雨 守门人答应一声 结果令府进去了 这时 就听见老夫人叫苦说 这可怎么好呢 儿子不在家 又不能派仆人去 要是误了下雨 可要遭受责罚的 只听婢女说 来投诉的客人不是一般人 何不让她代为行语呢 老夫人高兴地说 我为何没有想到呢 如此甚好 我去请客人来 于是老夫人敲门问道 客人睡着了吗 请你出来 有事相伤 李静答应一声 出来相见 老夫人笑着说 食言相告 这里是龙宫 我的两个儿子还没有回来 下雨的事情又不能耽搁 向天庭禀明情况又来不及了 思来想去 只有你能帮忙 李静王说 我是凡夫俗子 不能腾云驾雾 如何能下雨呢 老夫人说 听我的吩咐 没有不行的 于是让人牵来一匹青葱马 又取来一个小瓶 系在马鞍上 老夫人说 你骑着马 任由他行走 如果听见马儿思鸣 就取出一滴水滴在马踪上 千万不要滴多了 李静一眼 骑上马升入云层 身边刮着风 脚下响着雷闪着电 马儿思鸣 他就下雨 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脚下是灵山 想起村里的父老乡亲们 对他的厚爱 而且村里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下雨了 和苗都干枯了 李静决定报恩 多下一些雨 他滴了一滴在马踪上 觉得太少 又滴了一滴 觉得还是不够 又滴了一滴 一共滴了二十滴 他才心满意足 下完雨后 李静回到了龙宫 却发现老夫人在客厅里痛哭流涕 李静询问为何提哭 老夫人哭着说 我们被你害惨了呀 你为何要私自多下二十滴雨呀 这一滴水 到了地上就是一尺深的雨 你想想看 二十滴水 就是两丈深的雨呀 村里没有活物了 我因此被打了八十大板 儿子也遭到责罚呀 李静愣住了 想不到他好心办坏事 吓得胆战心惊 不知所措 老夫人说 这是不能怪你 你不懂云语的变化 怪我没有说清楚 你赶快走吧 以免我的二儿子回来了 找你不一 吓着你了 顿了顿 老夫人又说 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帮了忙的 我有两个小婢女送给你 算是答谢 你看中了谁 就带走谁 要是两个都看中了 全部带走也行 于是让人呼唤两个小婢女出来 只见一个从东郎里走出来 面容和善 一个从西郎里走出来 面容肃木 李静暗想 要是领面容和善的 别人会笑我胆小 就领那个面容肃木的吧 于是拱手说道 我办错了事情 不敢两个都要 就要从西郎里走出来的就行了 老夫人笑着说 你也就这一点报复了 李静就带着小婢女告辞走了 出门才几步 扭头看 房屋消失不见了 再看身边的小婢女 也不见了 李静辨别方向 摸黑下了山 天亮后 他站在山上 远远地看见 那个小村庄 陷入深水里 只露出了树梢 他经不住垂下泪来 想不到好心办坏事 竟然淹死了全村的人 后来 李静跟随李世民 立了大功 当上了高官 封为魏国公 却始终离丞相只差一步 有人就推测 关东出乡 关西出将 李静要了西边走廊出来的小婢女 就注定只能败将了 要是他把两个小婢女都带走了 就能既作将又败相了 唐朝开元年间 有一个名叫云一的小家碧玉 正是二八加零 家里人委托大嘴媒婆 给他打听一户好人家 一段时间后 大嘴媒婆来到他家 说是相中了性高的人家 小伙子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 十八岁 与云一很是般配 父母询问云一的意见 云一正要开口 忽然头疼欲裂 晕倒在床 大嘴媒婆只好说 既然云一有样 改日再来吧 媒婆走后 家人赶紧请来医者 给云一治病 医者望闻问切一番 点头说 这是气血有亏 吃一副药 静养一段时间就行了 喝了药后 云一沉沉地睡去 过了不久 他看见一名年轻的男子 跪在床前痛哭流涕 男子面貌模糊 看不清晰 身形飘忽不定 云一心里清楚 这是鬼魂 男子边哭边说个不停 云一却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接连几天晚上 云一都梦见男子跪在床边哭诉 而他的病情也一直不见好转 他隐隐觉得 病情与梦中的男子有关 便把梦见男子的事情给母亲讲了 母亲沉思片刻说 此事透着邪护 我让你爸去找深山隐居的术士来摆制吧 到了下午 术士来了 他记起法术 将男子的魂魄拘到面前 询问起来 听完男子的哭诉 术士说 这是前世情债 此事想要解决 比较麻烦 原来 男子名叫于全宇 是一个书生 云一的前世幸福 两人住在隔壁 两小无猜 长大后彼此有情有义 私定了终身 但是 术士的父母嫌弃于全宇家境一般 拒绝了他家的提亲 反倒将术士许 配挤了父户当了田房 术士心有不甘 鼓动于全宇带着他私奔 于全宇思虑再三 拼了功名不要 舍弃了父母双亲 决定和福士逃到外地隐居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福士拎着包袱 打开后院的门 跟着于全宇走了 两人专门挑山路走 晚上歇宿在山洞里 到了晚上 福士动摇了 他从来没有出过门 非常思念父母 经过再三权衡 他趁着于全宇熟睡 拎着包袱悄悄的下山回家去了 于全宇早上醒来 发现福士不在了 以为福士出去小姐 在山中迷了路 焦急的在山中寻找 他是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福士回家去了 在山中寻找了两天 于全宇遇见了猛虎 遭遇了不测 成了猛虎的食物 福士回到家里 向父母坦白了私奔的意图 假意说和于全宇走失 后来 他嫁给父户做了田房 活到了五十多岁 因病去世 转世成了云衣 于全宇心中对福士有爱 魂魄一直不肯投胎转世 守在福士家的附近 云衣出世后 他又守在云衣家的附近 默默地关注着云衣 得知云衣想要嫁给高家 于全宇交集万分 让云衣病倒了 每晚跪在床前 倾诉着思念之情 想要和云衣重修就好 只是阴阳两格 云衣不知所云 云衣听完术士的讲述 早已哭得泪人一般 思虑再三 他觉得前世亏欠了于全宇 决定今生偿还 便让术士转告 让于全宇去投胎转世 他愿意等着他 术士转告了云衣的话 于全宇答应了 离开了云衣的卧室 云衣的病好了起来 临走时 术士对云衣的父母讲明了前因后果 一再告诫 千万不要违背诺言 否则 于全宇会变成厉鬼 祸及全家 过了一段时间 云衣梦见于全宇对他讲 他今晚投生到村头信坛的人家 到了第二天 云衣去坛家打听 昨晚果然生了一个男婴 但是男婴出生以后 一直提哭不止 云衣笑着说 你们把孩子抱出来我看看 谭家老太太把男婴抱了出来 云衣接过来 男婴却不哭了 对着云衣笑了起来 云衣笑着对谭家说 我和这孩子有缘 以后会常来探望他 谭家给孩子取名谭云树 谭云树长大后 很是依恋云衣 总是往他家跑 渐渐的 云衣的父母传出了术士的话 说谭云树是他们的未来女婿 云衣一直不嫁人 就是等着谭云树长大 谭家听说后 心中不快 阻止谭云树去和云衣见面 一转眼 谭云树十六岁了 家里人张罗着给他说亲 他却说 非云衣不娶 父母觉得太扯 坚决不同意 谭云树就不吃不喝 五天后奄奄一息 云衣得知消息 心中焦急 赶紧去请树士出面 劝说谭家父母 树士来到谭家 细细地讲述了前因后果 告诫谭家父母 如果一意孤行 就会失去儿子 万般无奈之下 谭家父母只好同意了婚事 上门下聘 定下了婚约 树士成了宝媒的人 两年后 谭云树年满十八岁 和云衣完了婚 婚后 两人恩恩爱爱 如交似妻 生下了九个儿女 在谭云树六十多岁这一年 他和云衣同一天去世 临终前两人相约 下一世还做夫妻 大约二十多年后 村里的老人去泰山烧香 半路上借宿在一户人家 他发现这一户人家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像极了谭云树和云衣两人 心中不禁感叹 看来两人真的再来是又结成了夫妻 唐德宗年间小镇附近的山区 盛产木材 因此小镇上的木器店就很多 形成了木器生产基地 需要的铜油量就很大 镇中间有一家铜油店 掌柜姓丙 丙掌柜是一个生意经 为了独占铜油生意 他和所有的木器店签了契约 木器店到他店里拿铜油 进第二批货 再给第一批进货的钱 以此类推 如果出现质量问题 或者铜油店不能按时供货 舍欠的账款不但不要了 而且还赔付木器店一切损失 就因为这一点 丙掌柜在小镇上经营了几十年 硬是没有第二家铜油店开张 这一年 丙掌柜得了重病去世了 他的儿子丙敖财掌管了铜油店 丙敖财从小跟着父亲学做生意 头脑灵活 早就想一展身手了 到了收购铜油的时节 丙敖财带足了银两 把价格提高了一成 并购了铜树桩所有油房的铜油 不过铜油需要寄存在油房里 三个月内脱走 铜树桩后面连绵几十里的群山 盛产铜树 因此铜树桩有大小一百多座油房 供应方圆数百里的铜油 铜油房的掌柜们见有利可图 都把铜油卖给了饼敖财 并和他签订了协议 过了一段时间 各地的客商来采购铜油 这才得知铜油没有了 客商们每一年到了出游季节 都会到此地购买铜油 每一年的出游量和购买量 都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铜油店里也没有多余的存货 都定量生产的 客商们再到其他地方想办法 已经来不及了 急得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这时 饼敖财开始卖油了 价格涨到三成 客商们被卡着脖子 无法可想 只好掏钱购买饼敖财的铜油 他因此大赚了一底 第二年 饼敖财去预定铜油 却买不到了 原来 客商们早早递下了定金 把铜油的数量定下来了 而且有几个客商 痛恨饼敖财坐地起价 把他的铜油数量也定走了 导致饼敖财无油可买 饼敖财早就料到了这一手 他不动声色地跑到小镇周边的乡村里 把所有的油篓都购买了 租了一块场地 囤积油篓 这些油篓都是早早地编制好了的 油房要用油篓 就通知村民们送来 铜油出炉 需要用油篓封存 不然的话 就会交化 平常都是需要用的时候 才去买 如今买不到了 怎不令人焦急呢 油篓的制作比较麻烦 需要经过选材 浸泡 开板 咕渣 上游 风干等程序 感知已经来不及了 油房的掌柜们 只好去求饼敖财 把价格从一成提高到了两倍 饼敖财仍不松口 没奈何 掌柜们只好在酒楼上摆下一座盛宴 把饼敖财请到上座 恭恭敬敬地捧上好酒 恳请他高抬贵手 放他们一马 饼敖财微微一笑 说道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卖给我五千斤铜油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掌柜们聚在一起一合计 把那几个客商多订下来的铜油数量 还给了饼敖财 饼敖财说 从今往后 我每一年五千斤的数量 必须保证 定金我照给 只要饼敖财肯卖油楼 什么条件都会答应下来 掌柜们当即拍着胸脯保证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都会按照市场价格 优先满足饼敖财的采购数量 并且由最大的油房掌柜 和饼敖财签下了协议 最终 饼敖财把价格提高到一倍 卖了油楼 无庸置疑 饼敖财又大赚了一笔 一转眼 到了第三年 饼敖财去下定金 掌柜却说不卖铜油给饼敖财了 饼敖财拿出那一份协议 掌柜气愤的说 多少年来 我们的市场稳定 供求秩序稳定 彼此都讲究一个信字 被你一通搅和 现在什么事情都要签协议 早早地下定金 弄得彼此都不相信了 我们所有的油房都商量好了 宁愿违背诚信 撕毁协议 也不卖铜油给你了 大不了 我们一起陪你打官司 丙敖财微微一笑 也不理论 转头就走 他来到乡村 村民们讲 油楼早就被油房订购了 没有多余的油楼卖给他了 丙敖财冷笑两声 扭头就走 第二天一大早 丙敖财贴出告示 以高于市场价一成的价格 收购制作油楼的原材料 四乡八村的村民们蜂拥而来 不到十天 几乎砍光了竹子和金条 丙敖财想垄断制作油楼的原材料 来压制油房的掌柜们 可是 原材料堆积如山 过了一个多月 没有动静 丙敖财找到村民们一打听 原来油房的掌柜们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早早地吩咐村民们 准备了大量的原材料 而且制作的油楼 明年也够用了 丙敖财气的够呛 为了腾出资金 他只好打折 处理了原材料 亏了许多钱 因为他买不到铜油 镇上的木器店没有铜油可用 都来找他索赔 丙敖财耍赖不给 被木器店的掌柜们 合伙告到了官府 官府便卖了铜油店 抄没了丙敖财的家产 赔偿给木器店 丙敖财破产了 变得一无所有 妻子一气之下 带着孩子走了 剩下他独自一人 住在茅草棚里 苦度时光 他出去找活干 人们都知道他不实在 不愿用它 最终 他走投无路 用一根绳子 了结了生命 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做人要把聪明 用在正道上 如果步入歧途 最终会害了自己 唐朝天保年间 商人怀才寻寿人之托 到北方采购几匹骏马 他带着几名随从 一路向北 十几天后 到了北方大草原 这一天 他们骑着马驰骋在大草原上 忽然看见前面升起浓烟 拍马上前一看 是几个胡僧 在燃烧火堆 火堆一共十几个 摆放位置很奇怪 似乎是在按照奇门八卦的方位 摆下一个阵势 怀才寻寻问他们在干什么 一位胡僧说道 我们在捉拿一只蝎子王 补充我们的功力 这些胡僧 寻找这只蝎子王两三年了 蝎子王很狡猾 在他的臣民掩护下 东躲西藏 多次逃脱掉胡僧的追捕 如今他们在此处发现蝎子王的踪迹 摆下奇门八卦阵 让他插翅南飞 怀才寻一行人退在远处 观看热闹 胡僧们燃起所有火堆 然后占据四处方位 打坐诵经 不一会 中间的泥土翻涌 跑出许多黑色的蝎子 最后出来一只硕大的蝎子 个头比大龙虾还要大 浑身泛着黑光 应该就是蝎子王了 蝎子们簇拥着蝎子王 开始突围 但是四处都是火堆 没有火堆的地方 却被胡僧们布下结界 无法通过 也就是说 要想突围出去 只能通过火堆 而且这是一个阵法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路径七弯八拐 不识阵法 是很难走出去的 蝎子们一阵骚动后 很快安静下来 他们组成一个队形 往火堆里冲去 企图用身体 铺成一条路 保护蝎子王通过 成百上千的蝎子们 死在火堆里 发出一股腥臭的浇糊味 前面的蝎子们死掉后 后面的蝎子们 义无反顾地冲上前 地面上的蝎子们死光了 地底下又涌出 成千上万的蝎子 场面极其残忍 让人不忍观看 怀才巡暗骂道 胡僧真是心狠手辣 蝎子们众多 他们不敢硬拼 采用这般毒剂来 消灭蝎子王的军队 实在可耻 随从们也都很焦急 却爱莫能助 很快 十多个火堆 被蝎子们的尸体扑灭 剩下最后一个火堆 但是 剩下的蝎子不多了 是难以扑灭这个火堆的 胡僧们仰天 发出阵阵狂笑 站起来逼近蝎子王 蝎子王躁动不安 仰天挥舞着一双大钳子 准备和胡僧们战斗 这时 怀才巡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悲凉 蝎子王的悲壮之情感染了他 他决定搭救蝎子王一把 他自幼读过兵书 熟悉奇门八卦阵法 知道哪里是生门 哪里是死门 他对随从们使了一下眼色 双腿一加 马儿冲进阵里 怀才巡身手抄起蝎子王 捏住他的后背 让他的一双大钳子 发挥不了作用 飞快地摘下帽子 塞了进去 胡僧们企图阻拦 被怀才巡的随从们挡住 怀才巡拍打着马儿狂奔 很快消失在天边 随从们随后追上 胡僧们没有马 只能望着他们的背影哀叹 怀才巡他们一直跑了一百多里路 才停了下来 把帽子扔在地上 蝎子王从帽子里爬出来 似乎不急着走 绕着怀才巡跑了三圈 然后对着他举起一双大钳子 似乎在拱手作衣表示感谢 然后才隐没于泥土中 不见踪影 过了一段时间 怀才巡收购了五六匹骏马 赶着回到了家乡 卖给了姓黄的富商 姓黄的富商想八戒节度使 得到他的庇护 得知节度使爱好骏马 故此高价委托怀才巡帮他收购俊马 送给节度使大人 怀才巡常到北方一带收购药材 路途熟 熟人多 而且食货 因此姓黄的富商 才会找到他 节度使收到俊马 果然大喜 从此和姓黄的富商成为好朋友 转眼间好多年过去 这一年忽然爆发了安史之乱 朝廷派兵争搅 一些败退的乱兵四处骚扰百姓 这一天晚上 一群乱兵举着火把 冲进村里烧杀抢掠 怀才巡惊醒过来 带着家人躲进阁楼里 乱兵们砸开门 冲了进来 抢走了财物 然后他们砸破阁楼的门 冲了上来 眼看怀才巡 一家人就要死于乱兵刀下 这时 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 将整个村庄照耀得如同白昼 一位黑衣黑甲黑脸的黑将军 骑着一匹黑马 手持一双黑色的宝刀 从天而降 落在地上之后 黑将军大吼一声 冲进乱兵群里挥刀斩杀 他威风凛凛 早就将乱兵们吓破了胆 黑将军双刀一挥 飞出两道黑色闪电 所到之处 人仰马翻 不一会 乱兵们都被杀死 无疑幸免 黑将军纵马来到怀才巡的门前 高声喊道 恩公 我盔甲在身 不能下马 恕我不能多礼了 恩公赶快带领家人 躲进深山里 带到天下太平了 再回家乡不迟 说吧 一提马将 飞升空中 瞬间不见踪影 怀才巡吩咐家人收拾行李 他则走到死尸旁查看 这一看不打紧 他大吃一惊 所有的死尸都浑身乌黑 似乎中了蝎子的毒而亡 联想到黑将军称呼他为恩公 他恍然大悟 黑将军就是蝎子王幻化的 怀才巡一眼 带着家人躲进深山里 一直到安室之乱平定之后 他才回到家园里 过起了安宁的生活 这以后 他家一直太平无事 蝎子王也再没有出现过 正所谓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帮助别人 也在无形中帮了自己 中堂时期 中原腹地有一个小山村 小山村里有一个老实芭蕉的村民 名叫邱种魁 邱种魁劳累了二十多年 手里积攒了一笔钱 终于可以建造大瓦房了 他家七口人 一直住在几间茅草屋里 如今儿子长大了 快要成亲了 也该建造新房子了 邱种魁请来风水先生 选了地址 买来材料 开始请来泥瓦匠 则日动工 过了不久 房子建好后 亲朋好友都来祝贺 大家一起动手 帮他搬了家 住进新房不久 邱种魁几乎每天晚上做梦 梦见财神爷从他家里往外搬钱 他醒来后 心内无比惆怅 财神爷往外搬财 这可不是好事 果不其然 几天后 他的父亲生病了 儿子上山打柴 也不小心扭伤了腿 小女儿也生病了 医药费花费了不少 可是病人们都不见好转 为了给家人们治病 他只得去当铺抵押东西 这不正是应验了梦境吗 邱种魁坐不住了 和老婆马氏说起了此事 马氏担忧地说 莫非房子建造得不好 依我看 你不妨找到冠里的老道长来看看 山顶道关里 有一位姓邱的道长 道法高强 善断吉凶 村民们有事 都会找他摆之 邱种魁一言 来到道观里 却被告知 邱道长出门远游了 需要一个多月后才回来 邱种魁垂头丧气地回来 这时便耽搁了下来 过了几天 病人们都好了起来 家里的日子也顺风顺水起来 邱种魁不再怀疑新房子有啥毛病了 邱种魁回来后 邱种魁也没有去找他 这以后 邱种魁好事连连 运气颇佳 到了秋天 邱种魁和村民们到高山上采摘山货 中午吃完干粮 到小溪里洗脚 他脱下鞋袜 赤脚在小溪里踩着溪底的小石子 忽然翻出一块金子 鸡蛋大小 他喜不自胜 拿起金子兴奋地尖叫起来 同行的村民们羡慕不已 纷纷到小溪里翻石子 几乎把河床都翻了一遍 再也没有找到金子 大家都说邱种魁的运气好 唯一的一块金子被他捡到了 邱种魁把金子拿到县城珠宝行里 金子的含金量非常高 卖了三百多两银子 邱种魁用这笔银子 购置了十来亩粮田 从此后一家人衣食丰足 过了不久 邱种魁的大儿子山耀 去县城卖山货 遇见一个小偷 抢了外地商人的搭连就跑 山耀撒腿追赶 被小偷的三个同伙堵在小巷里 山耀身强力壮 毫不畏惧 一人打倒了四个人 商人赶上来 拎起搭连 一个劲的向山耀道谢 并把几个小偷扭送到县衙里城制 县令见山耀身手不错 便留下他在县衙里当了捕快 邱家在官府里有了人 威望变起来了 好多人不再像以前一样 看不起他 欺负他老实 占他便宜 而是对他敬重起来 后来 邱种魁被选拔为理政 他的小女儿也许配给了财主家的儿子 当然了 有许多幸运的小事 在这里不便一一赘述 总之一句话 邱种魁的日子过得非常顺心 家里的钱财积攒了许多 用村民们的话来说 就是他走了狗屎运 这一天 山耀带回一名游方道长 前不久 游方道长云游道词 因为道法高强 尤其擅长风水 成为县令的座上宾 被县令养在县衙里 山耀便把道长带回家里 看看他家的风水 道长绕着邱种魁的房子 转了一圈 开始眉头紧锁 后来大笑起来 他指出 房子选得不好 是一个败财的风水 这个败财的风水很隐蔽 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 住在这里 财神爷会把钱财往外不停地搬 不用几年 便会一贫如洗 巧的是 在屋后西南方 埋了一个白虎符咒 本来是诅咒邱家家破人亡的 却无意中破解了败财的风水 两害相加 富富的正 竟然让这块的成为了风水宝地 财昌人望 好运连连 当然了 邱种魁是不懂风水的 更不可能自己给自己种下 如此毒狠的白虎符咒 看来 是仇人暗中坐下的手脚 秋山耀听说后 怒瞪双目 狠狠地说 道长 你能算出 是谁下毒手吗 我去找他算账 道长笑着解释 无法算出具体的人 秋山耀便要出去查访 被邱种魁阻拦 说道 依我看 不必了 我以宽厚之心待人 自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此事不宜声张 以后不用再提 一直到死 邱种魁也没有去查访 害他的人是谁 本来 风水先生这条线索 很容易查找到其中一个仇人 但是找到了又如何 何况他家又没有造成损失 反倒误打误撞地交上好运 其实 风水先生是受秦怀众之托 秦怀众是个单身汉 曾经偷看邱种魁的老婆洗澡 被邱种魁则骂了几句 消息传开后 秦怀众被人嘲笑 丢失面子 故此怀恨在心 当他得知邱种魁要建心房 便用一顿酒和五百文钱 收买了风水先生 种白虎符咒的是乌黑心 他和邱种魁本是好朋友 多年前曾经借过邱种魁两贯钱做小本生意 那只道魁的血本无归 邱种魁要用钱 找他索要 他却赖账不还 两人因此撕破了脸皮 乌黑心见邱种魁居然有钱建造新屋 心中愤恨不平 便下起了毒手 秦怀众和乌黑心两人 见邱家越过越好 又见他家请来道长做客 心中猜想 他们所下的毒手 十有八九被道长的法术所破 他们心怀鬼胎 再也不敢暗中祸害邱家了 南宋初年 淮水北边有一个繁华的小镇 地处交通要道 南来北往的客商很多 大多会在此歇宿 因此饭馆和客栈很多 在镇子西头 有一家小酒楼 掌柜的姓月 西下只有一女 小名秦花 十二三岁年纪 是花朵一般的人 这一天 一位性秦的药材商 看见一个老渔翁 在淮水里 捉住了一只大乌龟 足有筛子一般大小 便花高价买了下来 送到酒楼里 兵主月掌柜宰杀妥当 晚上在酒楼里宴请重要客人 此时天色上早 月掌柜便把大乌龟养在水池里 掀在堂椅上 小妹片刻 秦花听说后 跑来观看 大乌龟伸出头望着她 四目相对 秦花心里忽然涌出一个念头 帮助大乌龟一把 将她放生 酒楼后厨有一条沟壑 通往淮水 用来排放厨房里的污水的 秦花悄悄地把大乌龟捞出水池 放进沟壑里 大乌龟心有灵犀 急急忙忙地顺着沟壑爬进了淮水里 到了晚上 月掌柜便寻大乌龟不见 急得大喊大叫 起来 秦花赶紧上前承认 私自放了大乌龟 月掌柜气得圆瞪双眼 大声吼叫道 你干的好事 让我如何向秦掌柜交代 不由分说将秦花掀倒在地 拿绳子捆了 然后磨着刀子 扬言要杀了秦花 顶替大乌龟 顿烂了 让秦掌柜款待贵客 妻子闻言 劈头散发地扭住月掌柜大哭大闹 逼迫月掌柜放了秦花 然后拉着她躲进了阁楼里 好生安慰起来 过了不久 秦掌柜带着几位客人来了 月掌柜陪着笑脸上前 讲明原因 恳请秦掌柜谅解 秦掌柜火冒三丈 跺着脚破口大骂起来 月掌柜表示 愿意双倍价钱赔偿 恳请秦掌柜看在都是街坊的面子上 达成和解协议 但是秦掌柜却开口索要一千两银子 这无异于狮子大开口 月掌柜自知理亏 也不敢发火 只好一个劲地赔小心 秦掌柜被纠缠不过 说道 我宴请这些客人 是为了让他们高兴 你只要把我这些客人哄高兴了 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月掌柜赶紧将这些客人请到酒楼上 请来个积住姓 盛请款待 亲自陪酒 客人中有一个官府中人 和月掌柜有个一面之交 从中调停 秦掌柜碍于情面 最终做了让步 让月掌柜送给每个客人两坛酒 和八十辆银子的车马费 这时才算了结 送走客人后 月掌柜越想越不甘心 趁着醉意 拿着皮鞭冲到阁楼上 推胎妻子 将琴花打了一顿 才算彻底的消了气 一转眼 三四年过去 金兵南下 北方陷入战乱之中 小镇也没有幸免 被金兵的铁骑洗劫一空 月掌柜和妻子死于战火中 琴花在流浪途中 被恶人拐骗 卖给了一家父户做小妾 男人年近五十 喝得醉熏熏的 宁笑着闯入洞房时 琴花吓得躲在角落里 高声制止 不准男人进前 男人大笑着说 小娘子 你如今犹如孙猴子落入如来佛的手掌心 插翅难飞 还是从了我吧 从此以后 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一起过好日子 琴花流着泪说 你不要过来 否则我就死给你看 男人哪里会听 脱掉衣服 扑了过来 琴花在被几个老婆子梳妆打扮时 早已悄悄地藏了一把剪刀在怀里 他拿出剪刀 刺向男人的胸口 顿时鲜血淋漓 男人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 不一会儿 冲进来几名奴仆 将他搀扶了出去 男人在床上休养了将近一个月 伤好后 他恶狠狠地对琴花说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不愿跟着我 我就满足你的愿望 让你离开我 于是 将琴花低价卖给了老家小镇上的烟花柳巷里 老宝家有一条画坊 每晚在淮水上招揽客商 对琴花进行了几个月的培训后 老宝便让他在画坊上唱曲儿 这一天 从北方来了一个金国的客商 财大气粗 要舞扬威 他看上了琴花 点名要他在画坊上唱曲陪酒 画坊沿着江边慢慢地移动 琴花唱着小曲 客商边听曲喝酒 边欣赏沿岸夜景 到了半夜里 客商趁着醉意 一把将琴花搂在怀里 欲行不轨 琴花拼命挣扎 用手将客商的脸部挠伤 客商才松开手 琴花赶紧站起来 躲在角落里呼救 然而无人理会他 客商挥手 让两个随从架着琴花到面前 使劲地扇了他两个耳光 鲜血顿时从琴花的嘴角里流出 白嫩的脸上 两边各自留着五个清晰的指印 琴花怒睁双眼 催了客商一口 说道 你杀了我吧 客商宁笑着说 你想要好死 我偏不让 我一定要得到你 说完 另两个随从按住琴花 想要飞礼 琴花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 这时 画房猛地摇晃起来 紧跟着侧翻过来 琴花刚落入水中 就见一只大乌龟游了过来 从下面浮上来 将它驮了起来 大乌龟顺着水流往下游游去 大约十几里后 来到一片滩图上 将琴花放了下来 然后潜入水中不见了 滩图上有一个年轻的后生 姓丁 正在网鱼 看见琴花 赶紧走了过来 小丁 将琴花搀扶到家里 他的老母亲 赶紧拿出衣服 让丁小鱼换上 又熬了一碗小米粥 让他吃了鸭精 小丁家里只有母子 二人相依为命 后来 琴花嫁给了小丁 过着平淡的日子 琴花将放生大乌龟 得到他的报恩的故事 讲给后代子孙听 这个故事便被流传了下来